嗨,大家好,我是Cardelia,加康力的营养师 今天要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些关于肝脏的资讯 记得上一回的视频里,在第一部分的视频里 我有跟大家说到为什么维持肝脏的健康那么的重要呢 因为我们的肝脏有很多不同不同的功能 主要就是来帮助我们维持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健康 那么今天呢 今天第二部分的这个视频里我要来告诉大家 当你的肝脏不好的时候会有怎么样的一个症状 有的人会有这个失眠的问题 可以失眠有的时候就不代表说你是完全睡不着的 你是可能可以睡得着,可是问题就是你在半夜的时候 你可能一直醒来,醒来两三次这样子 或者是你会有发噩梦的这些症状这样 这就代表了你的肝不好 为什么肝不好会影响睡眠呢 因为我们的肝脏当你肝不好的时候 它就会影响你的肝功能 所以你的肝脏本来是要去调节一些会影响睡眠的物质 可是它就没有调节好,就弄到你睡不好 所以这样子睡不好的人就也是要补一补你的肝脏 另外当你肝不好的时候 你的身体,你的脸部也是会容易发出痘痘 OK,不只是在你的脸部啦 就是你的背后啊,你的背部那些 就是容易发出痘痘的 OK,因为当你肝不好的时候 你的这个肝它会容易发热 它发热的时候就弄到你容易生痘痘 所以当你补一补你的肝脏的时候呢 当你这个肝比较,就是你的肝功能比较好的时候 这个就会帮助你降低你的体温 还有减少痘痘的症状 还有另外就是肝不好,你可以容易发脾气啊 不耐烦啊,或者是要减肥的时候 很难减肥,很难受下来 OK,然后有的人会有体臭的问题 当你有体臭的问题 这就代表了你的这个肝脏很明显的 就是有肝不好的症状啦 因为当你肝不好的时候 你的肝就没有办法去好好的帮你排毒 这些毒素就累积在你的身体 弄到你身体发臭 这样子的人就也是要补一补你的肝脏 另外就是当你肝不好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你很容易觉得累 OK,就算你睡了八个钟 睡得够够的时候 早上也是你会觉得很难要醒来 很累的感觉 或者是你到三四点这样子 都还没有晚上 你都觉得很累要休息了的这个感觉 这样子就代表你的肝不好 有的人当你有糖尿病啊 血糖高问题的时候哦 你也是要注意一下你的肝脏 因为当你的肝不好的时候 它就会影响你的这个身体 调解血糖水平的这个功能 然后呢 一些人如果你们爱吃高糖类的食物啊 比如白面包 白饭啊 甜水类的这些食物的话呢 就也是要注意一下你们的肝脏 因为当这些糖分过多的时候 它就会累积在你的肝脏变成脂肪 而且它会弄到你 比平常人得到这个 比较容易得到这个 非酒精性脂肪肝病 接下来就是一些人 如果你们有高糖固醇问题的话 那么就也是要注意一下你们肝脏 因为当你肝功能不好的时候 它就会影响到你的身体里的这个 这个糖固醇水平 让你有些人比较容易有得到这个 高糖固醇的问题 另外一些如果是有喝酒习惯的人啊 就必须要更加的要照顾好你的肝脏 因为酒精是毒素来的 OK这些酒精都是要经过你的肝脏 来去来被排除掉 所以你的肝脏 你想想一下 你的肝脏是会比平常人的肝脏更累 因为它做工比较多 所以你更加要去照顾好你的肝脏 如果不愿意照顾好肝脏的话 那么就不要喝酒咯 就那么的简单 当你肝不好的时候 你的肝就没有办法好好的去把身体里的毒素排掉 所以这种毒素就会累积在你的身体 弄到你有一些症状 比如失眠啊脑污啊 很容易觉得累脾气不好 头痛皮肤有问题 体臭或者是怎么样要瘦都是瘦不到 试了很久都还是瘦不到 或者是再严重下去的话 你的可能你的皮肤或者是眼睛会发黄 OK这样子的话你就要更加去注意一下你的肝脏 当然我们可以怎么样去帮助我们的肝脏呢 来帮助我们的肝脏发挥它需要做的功能 帮助肝脏帮我们把身体里的毒素排掉 所以一个不健康的肝脏你可以有毒素进去 可是那个毒素就不会排出来 所以当你的肝脏健康的时候 毒素照样是进去的 可是呢你一样的肝脏还是可以把毒素排掉 那么我们可以做什么来去帮助我们的肝脏呢 好下一个视频呢第三部的视频 我就会跟大家分享 有怎么样的营养可以帮助支持我们的肝脏健康 帮助我们的肝脏发挥它的功能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为止 拜拜 谢谢大家